请各位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一张讲义是写着释迦牟尼佛过去世 他所发的愿 以及行菩萨道的过程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做叫宝祭王子 为什么叫宝祭 他生下来头上就有一个肉祭 就像每一尊佛头有个肉祭 红红的 所以他爸爸就给他取名叫宝祭 所以叫宝祭王子 将来他后来做国王 宝祭国王 但是宝祭出生的时候 他就发愿 我是要来布施的 只要有人跟我求什么 我都愿意布施给他 包括他的国家 太太儿子他都布施了 但最后既然有人要他的这一颗祭 这一颗祭要挖很困难的 因为他要挖连脸都要破开 他才可以把它扒出来 但是他都接受布施了 佛陀说 这个就是他累世的修行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他当初发什么愿 那你要成佛 你必须要发这个愿 不然也没办法成佛了 所以大家翻开菩萨的心 所以宝祭本元经里面 所写的 大家看第一句 也顺便念一下 来 一 菩萨的内心 为拯救世界而思索 片刻不停 菩萨对世界的悲悯 占据了整个心 什么叫菩萨 菩萨就是想着众生的人叫菩萨 想着自己的人叫环夫 所以我想各位修行很简单 我们虽然可能残废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想着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残废 我希望动物不要被杀 佛陀说 你有这个想法叫慈悲心 就可以消无量业障 将来死后就生饭甜了 光用你的心去想 如何帮助众生 同情众生就有功德了 何况菩萨还会发生具体的行动 我怎么样真实去做 现在我们世界问题 什么问题 念一下老人问题 世界以后都是老人问题 那老人问题 大家要想办法 所以我们也到处在 他们做寺庙 寺庙给他让老人方便来 不用爬楼梯 方便 念佛的时候也不要脚酸 用各种方法 早上来寺庙 晚上回家睡觉 来寺庙 扫扫地 念念佛 吃吃素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 早一点老吧 不然你不甘愿 每天还忙着赚钱 忙着那些 没有用的事情 最后还不是老了 然后最后还不是地藏殿了 所以菩萨的内心 为拯救世界而思索 片刻不停 好不好 不要光想儿子 光想老公 光想你要出国玩 要买什么鞋子 太自私了 作为一个菩萨想的 我要为别人 我要为世界 虽然我们在中国越来越好了 印度可怜的人躲啊 印度的奴隶阶级 有四分之一超过啊 一辈子不能做工作的 印度有很多女人 从出生到死 没穿过衣服的 你要不要去看看 不给他们衣服穿 他们就活着就是男人的工具 就是男人的工具 所以印度的女人在外面走 男人可以随时强暴你 因为印度人认为说 我是婆罗门阶级 你是奴隶阶级 我可以强暴你 很可怜的 这个世界可怜的太多了 如果你去尼泊尔山下看 他们不堕胎的 剩下来一大堆 然后小孩子呢 女孩子就给他卖掉 不能读书的 女孩子不能读书的 那小孩子也没学校给他读 所以就只好在那边开寺庙 他们就送来读书 这样 所以这个世界 还有多少的人在可怜的 所以各位你要想 要怎么办 为他们努力 想尽办法改运他们的医疗 改变他们 各位到非洲去 很多小孩子都是病死的 为什么 非洲有没有自来水 非洲有没有自来水 没有了 他们就喝那个水沟水 然后就拿起来就喝 然后传染病就死掉 所以我们现在买了一种 一种没办法 每个人送给他一支 很强烈的过滤器 一个外国人发明的 只要水经过那个纸片 它就变成没有毒 一支十块钱美金 有二十五块美金的 送给他们 然后他们这样吸水喝 至少不会死吧 因为他们没有自来水 完全没有 没有自来水 然后天气一干燥 那个水就脏了 脏了 就是拿来喝 所以在卢安达 他们很少人寿命 超过四十五岁的 很少 各个得艾滋病 因为他们乱轮了 而且一起洗澡啊 乱 小孩子也得艾滋病 这个事情很可怜的 各位 可怜的也有 有钱的更可怜 有钱的人 天天在那边杀生 对不对 天天在那边造业 所以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那各位做个菩萨 你要去想 你不能说 我每天就在那边 闭关打坐读书 当然很好 学佛法是 用这个佛法 要帮助众生的 那可以 你在动机不能 你不能说 我一辈子都闭关不出来 那意义就不大了 少少的时间 去思维 闭关就是要思维 如何利益众生 也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我来思维佛法 研究佛经 那目的都是利益众生 这个才是正确 不是为自己 不是说 我很喜欢读佛经 我这样读心里很平静 我如果闭关 49天一直读华严经 我内心很平静很快乐 这个不是大臣佛教 我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读华严经 告诉我 请佛菩萨加持我 如何把华严经 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思想 去帮助整个社会 所以我想 刚刚我讲了 听说顺德有福报 顺德有很多 大家族呀 很有钱 那我们应该让 每个家庭都有钱 才是正确的 不是说我们家有钱 中国没有穷人 对不对 世界没有穷人 所以菩萨必须为了这个 而拯救世界而思索 片刻不停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很多钱 但是各位 帮助恶鬼道好不好 恶鬼道的树木 超过无量无边人类 地狱道 畜生道 你从这个开始做 不要花很多钱 你就可以累积很大的福报 去帮助人类 那你的福报要从最基本的做起 你不能说 我不想做 不行 你不想做 你不能成佛 不能累积之量 所以菩萨要想 我要做什么 片刻不停 片刻不停 这个叫念念奥弥陀佛 所以菩萨对世界的慈敏 占据了整个心 请问各位 现在什么东西占据你的心 老公 儿子 外表 大腿 我的体重 你都每天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菩萨不是了 整个世界 整个众生 地狱怎么办 恶鬼道怎么办 所以我的师父常叫我住在高山上 看了整个平地 整个虚空 那我现在经常坐飞机 我在飞机上看了整个下去 所有的陆地上的 有情无情 虚空的众生 怎么办 他们都是我的责任 一定要让他们离苦 所以这个叫菩萨 所以各位呢 释迦牟尼佛一出世 他就在想这个 菩萨我是为了拯救世界来投胎的 所以各位念一下 拥有世界的人 拥有世界 拥有世界不是一个暴力无力的国王 拥有世界是你有爱 把世界放在你心里面的人 那叫拥有世界的人 拥有众生的人叫菩萨 他把众生的苦放在他的心 所以菩萨对世界众生的悲悯 占据了他整个心 所以每天为他们点灯 因为我们了解佛教 点灯 供加沙 供水 这功德力可以让众生脱离三恶道 可以让众生有福报 向好庄严 开智慧 离开饥渴 等等等等 所以为他们做 好不好啊 所以以后各位在家里 都要做食供养 做小小没关系 一颗水果 一杯水 一朵花都没关系 每天都做食供养 好不好 那宝呢 宝你就用经典就好了 最好的宝就是法宝 经典嘛 衣服呢 衣服你就买一件袈裟 我们分两件 一个是上供的用袈裟 一个是下施的用纸 各位的袋子里面 有没有一张纸的衣服啊 这个要下施用的 让他们穿及解脱 这里面这个咒叫十万解脱咒 你烧一个就可以至少让十万个众臣超度 以衣服的形象 烧给他们 让他们超度 这也是供衣 所以我们供衣就分成两个 上供诸佛菩萨 下施 这样 这样去供衣啊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面 事干就折这个好不好 慈悲啊 你最好把裙子也折出来 我们很多人折成鞋子 鞋子给他鞋子 娃娃的衣服 对不对 然后做了很多布施给他们 你每天烧几张给他们 让他们有衣服穿 大家来做菩萨好不好 菩萨不想了自己的事情 没有痛苦 菩萨想了如何帮助众生 所以这一句话 我希望各位 这个叫参禅 禅就是参话头 一句话 好好去思维 从这里面你就开悟了 一理通则万理透彻 一句话就可以成佛 因为菩萨是大悲心的 菩萨知道万法都是虚幻的 众生不知道 众生在执着 有 我要赚钱 我要出名 我要找到爱人 我要让我儿子成博士 我要成为国王 我要成为什么 众生可不可怜啊 因为这些都是虚幻的苦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追求一个有跟快乐 请问这个世间有没有快乐 很少人回答 因为你还搞不清楚 这个世间没有快乐 叫极苦 所以西方叫极乐 你不会这样想 因为你还没开悟 不会啊 我50岁看起来像25岁 我很快乐啊 我家里很有钱啊 我最近股票涨了 很好啊 我双眼皮割得很成功啊 我很快乐啊 那个是虚幻的 那个是苦的 因为世间的东西 都是苦的 这个世间叫极苦 四个字 被试 纯大苦聚 纯粹所有的苦聚合了 这个叫娑婆世界 知道吧 所以被叫三界如火宅 哎呀三界包括天界 包括人 包括地 都像在火灾的现场一样 没有一处是快乐 你认为那个快乐想抓住 那个就是痛苦的开始 最后也是痛苦的结束 有没有道理 放下吧 放下吧 不要一直抓着对方 老公 老婆 儿子 权力 地位 放下吧 放下不是放弃哦 放下 你还是要对你老公 很好很好 用佛法来引导他 而不是要占据他听你的 了解吗 放弃你的执着 而不是放弃对方 但是你一定要帮助对方 这个就是佛教啊 想着对方帮助对方 而不执着对方 第二 你也叫 行善之人 努力的足功德桥梁 他们为众生之苦而不忍 对稀有之报 也没有强烈的占有的欲望 他们对敌人也心存宽容 这是伟人才会有的强大勇气 他们心怀人时 以这种勇气 关注着天下 后面这五个字 在念是 关注着天下 不管你做公务员 不管你做老板 不管你做工人 不管你没事干 但是各位 以关注着天下的 这种想法 去做医生 去做老师 去做公务员 去做领导 要以这个心态去做 因为菩萨每天都在做 什么叫功德桥梁 行善之人 每天做功德桥梁 功德桥梁 让痛苦的众生不痛苦 做阉供是功德桥梁 让伤恶到超度 放生是功德桥梁 以放生的功德 会像给所有杀生的 以放生的功德 除了就献钱的这些命 更以放生的功德 会像正在杀生吃肉的 这个叫功德桥梁 所以各位 每天像今天这么忙 好不好 真忙 真快乐 所以我想 菩萨 对 稀有之宝 没有强烈的占有的欲望 所以各位 赶快把你那个什么 什么钻戒 什么珊瑚 拿来拍卖 买饼干 做烟共 帮助多一床老人院的病床 好不好 多好以后 我们这个要坐一个电梯 老人不用爬上来电梯梯 对不对 大家坐一坐 上面给它装冷气 只要你把你那个钻戒 拿出来就好了 放在那边也没用 因为以前执着这些 没有用 但是各位 要把这个东西化为功德 好不好 以后不要再去卡拉OK唱歌了 浪费力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力气送一部地藏经 干嘛去唱歌呢 不要再去跳舞了 腰会扭到 赶快替众生拜佛 精行 对不对 替他跑到荒郊野外做烟共 可以 这个身体拿来用 所以 他不想要去得到什么 不想占有什么 你家里不错 干脆改成金色 让大家来念佛 让大家来免费素食 你们家里那么大 摆了两部车 住不了两个人 然后你干脆开放 大家来念佛点灯 好不好 你家里有后怀言 太好了 做烟共 因为你家有后怀言 前面也可以点灯 不然放两只牛 帮你吃草 还可以放生 你家里有一片泥土 没关系 放一百只蚯蚓 耕耘土地 各位那些蚯蚓可怜啊 我们在台湾买一块钱台币 可以买八只 等于各位一块钱人民币 可以买三十只蚯蚓 一块钱人民币 可以就三十只蚯蚓 让它快乐啊 晚上唱歌唱到天亮给你听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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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滚 你要好好利用你家那块地 那个房子不要浪费了 我留给我子孙 浪费了 你还不如赶快做功德 利益众 transc 所以各位呢 不要有占有欲 所以菩萨继续念 他们对敌人也心存宽容 不会恨人家 好不好 有没有人对不起你 你说没有 怎么有 有没有人对不起你 谁对不起你 自己 因为你的贪嗔痴 伤害你百千万事 你的敌人是你的贪嗔痴 造的业 那才是你的敌人 不是外面有敌人 佛教讲了 外面有没有敌人 没有 自作自受 贪嗔痴 造业受苦 没有人害你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业 就没有那个豹 了解吗 你赶快忏悔业障 敌人就离开了 你赶快含慈悲心 旁边就没有鬼了 只有神 所以你的心态一变 业豹就改变 很简单 所以他们对敌人 菩萨对敌人也心存宽容 这是伟人才会有的强大勇气 所以菩萨心怀仁慈 以这种勇气 关注的天下 所以各位 住顺德附近了 哪就是你家里附近有红木漆 屠宰场了 有在杀动物了 各位要多去给他超度超度 好不好 今天又发给各位旗子 像这个旗叫烟共旗 所有烟共鱼鬼都在里面 你就点了就这样灰就OK了 利益众生 各位每天要跑去超市 我经常去超市 干嘛 那边有卖鱼 我就过去那边念 那直接失负失误 素食不在那边 他不了解我了 我当然知道那边是卖肉了 我一定要走过去啊 我念一念我才出来 一定要超度那些鱼啊鸡腿啊 对不对 把他超度 人家来买吃了也不照业 知道吧 所以催肉往生之后 一定会被 来 我 我 念完以后吹口气 所有那边一片一片肉啊鸡腿 不但幫助那個動物 也幫助吃他的人 所以你要不要去念 你不能說我是佛教徒 我才不過去那個地方 你不念沒關係 那去揮吧 進去揮一揮 裡面上面有地藏經 有鑰匙經 有大水球咒 功德太大了 去幫助他 所以各位平常嘴巴要念 念很多佛號經典 走到哪裡 通通的超度了 所以每次他們拿給我加持 他說師傅就這樣 我也會啊 他說你吹跟我吹不一樣 你吹出來都是肉 我吹出來沒有肉的 對不對 我吹出來都是阿彌陀經 我吹出來很多座 我每天講課跟你不一樣 我從不罵人講是非的 我這裡面沒有毒的 所以各位 你要一直累積功德 累積功德充滿加持 所以每次他們拿水 各位各位我都一定要吹一口氣 拿米我們要去布施 先吹一個然後再灑出去 這個吹不是今天 從你修行到今天 所有功德融入在這裡面 內心裡面會唸 身體的功德 嘴巴唸喉持奏獎金的功德 心裡修慈悲心的功德 吹在裡面了 然後走到哪裡 布施 好不好 所以努力修功德 希望你死後最後一口氣 還可以利益眾生 嗡阿哼死阿 還在利益眾生 因為這裡面沒有怨氣 沒有怨氣 只有慈悲啊 所以菩薩要心懷悲悯 去利益眾生 所以各位要 要如此 所以第三 聽一下 愛慾是正確判斷萬物的一個障礙 記住喔 如果你有一個動機 愛 慾望 那你事情就弄不重 重不好做不好 所以佛教要我們斷除 貪慾這個障礙 這是最粗重的煩惱 貪 愛慾 今天你認識這位法師 你看我們 滿如法師長得很斯文啊 你對他的動機不對啊 滿如法師我請你吃飯啊 那你一家來談的都不是佛法 沒用 因為你的動機不對 所以那你就會做錯事講錯話 那不行 所以各位旁觀者清了解嗎 賭麻將的人 好賭的人 自己會輸產他都不知道 傾家蕩產 他認為他會贏 但是旁邊一看他臉也知道 這個人看臉就知道輸了還賭 沒福報 所以各位你不能有愛慾 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要把自私的愛慾放在旁邊 不能有慈悲 我今天跟這個人吃飯要悲心 我這個人今天做煙共要悲心 今天我去拜佛我是為眾生 而不是人有一種 我老公最近沒錢 所以我趕快去為他拜佛做功德希望 那這樣還不夠 你應該說我是為了眾生 那你這樣功德才會大 第四 一切感官的享樂都以痛苦告終 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真正的歡樂 所以所有的快樂 特別感官慾望的快樂 都是痛苦的開始 各位各位有眼睛 眼睛都要看美的看帥的看性感的 不要千萬不要 你要修行 修行不是你看很多經典 是你懂得克制自己 每個人小朋友都喜歡看卡通影片 看戰爭片 看那些 都眼睛的欲望 所以那你眼睛看多了 以後你眼睛不好 老花眼 眼睛到老了以後很容易壞掉 然後眼睛該看了你都看不見 所以做事情這個眼睛要像S光一樣 哪裡地上掉一根針手 是你都要看得見 有些人真的是看不見 因為你眼睛有欲望 所以你眼睛不要去看那些不該看的東西 耳朵不應該去聽那個不應該聽的 嘴巴不應該去吃或講那個不應該講的 不然你去享受這些感官的欲望 最後呢 六根混濁敗壞 身體生病 因為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真正的快樂 各位要想這句話 任何事物那你要問 各位 家庭有沒有快樂 短暫的快樂 長期的痛苦 身體有沒有快樂 也是一樣 最後都是病死 所以世間所有的快樂 都是苦做結尾 世間摩尼佛跟我們講的真理 苦 生老病死苦 三苦 二苦 八苦 無量苦 世間是無量苦 所以不要再去追求世間的欲望 好不好 所以做一個菩薩要這樣想 如果你這個人很愛耍帥 很愛耍性感 很愛漂亮 很愛錢 很愛人家愛你 那就沒辦法 那你永遠很痛苦 因為你的動機都是自我自私 所以你會覺得你很悲哀 我看到很多人來拜佛 一直拜一直歸 一直歸 一直歸 他不是在求什麼 他求說 佛菩薩你加持我 讓老公對我好一點 讓我賺更多錢 他是在求這個的 我在台灣一個廟 前面拜觀音菩薩 沒什麼人拜 後面一大多人拜 我跑去看 哦 月下老人 哦 年輕人都在這邊求 猛拜猛拜 那我只好坐在旁邊 一直給他們念 哦 希望他們斷除礙語 希望月下老人 不要給他牽紅線 趕快給他牽三寶線 讓他跟三寶結緣 讓他晚一點掉入苦海 那月下老人一定說好 因為月下老人就希望你快樂 所以 但是世間人都在追求這個 所以各位要了解 自私的欲望 感官的欲望是痛苦的 唯有慈悲 所以菩薩要想的 我如何幫助眾生 如何利益眾生 所以第五 列一下 非支持了眾生 而不是財富 佛法是長明的光芒 而不是登主 善的生命是美好的 而不是青春 功德才是永恆的 而不是生命 並不是有錢支持我們的這一輩子 而是慈悲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錢沒錢都可以大慈大佩 很多很多很多有錢人 他布施了幾百萬幾千萬 但是他不懂了 點一隻箱可以上空下肆 因為他布施金錢 不是用悲心 而是用一種慈善的觀念 我布施很有錢 大家都唸我的名字 他不是說 我布施這個錢回向給地獄道 回向給惡鬼道 所以各位常聽佛教的故事 有一個國王七日七夜大布施 結果功德呢 功德主不是他 佛陀念的是一個乞丐 為什麼 那個乞丐也分了一點點飯 他在這邊隨喜國王的功德 隨喜佛陀的功德 所以佛陀說他功德比國王大 國王是一個驕傲性 還有另外一個國王 點了七天七夜的油燈 還不如一個乞丐 那個乞丐把他頭髮剪掉 去換一杯油燈 這樣啊 然後來供佛 回向給眾生 也希望他將來也能夠成佛 所以佛陀說 他將來成佛 叫虛弥燈光如來 超過國王的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呢 並不是你的財富 而是你的慈悲心 哪怕你布施一塊錢 你這一塊錢 你想想看 你布施一塊錢 回向給所有的牛 回向給所有的豬 慈不慈悲 因為他們沒有錢布施啊 那些螞蟻沒有錢布施啊 那些惡鬼道沒有人替它布施啊 那些孤魂野鬼誰會替它做呢 今天 子孫才會替祖先做一點功德 有沒有有一個人替別人的祖先在做功德 有沒有 有啦 就是我們大家 我們才會做啊 因為你修慈悲心 你才會回向給他們啊 所以 慈悲心支持了眾生 讓我們 雖然活著會生老病死 但是讓我們生命很有意義 而不是財富 好不好 所以 第二句話 佛法是長明的光芒 而不是點燈 所以各位要弘揚佛法 讓佛法永遠普及社會 好不好 佛法滿人間 佛法滿世界 善的名聲是美好的 而不是青春 佛陀的名聲好不好 永遠永遠的佛陀的好名聲 不是你的活著 所以各位要利用你短短的這一輩子 做盡所有的好事 去利益眾生 哪一天你死了 你的名聲還在度眾生 你的名字 人家念還有功德 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 順德菩薩 滿儒菩薩 對不對 因為我們死了 人家還在念你的名字 可以超度 我去潮州 念下大風祖師 歹洪周書 對不對 大風祖師在東南亞 比在大陸還出名 潮州人拜大風祖師 蓋醫院 收屍體 施免費棺木 幫助超度 轉金帆 灑乾露水 大風祖師提倡了 金帆吹動 幽骨升天 那些孤魂野鬼都超度了 大風祖師 留下了這些佛法 好 所以第六 大家來發願 來 我想成為一個 把眾生從世間可怕輪迴中解救出來的人 世間的輪迴可不可怕 很危險 動不動就下地獄啊 各位你想想看 像我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出家 我一直想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賺了很多錢 讀了很多書 我的媽媽是個很善良的人 但是 他們將來要下地獄的 為什麼 為了賺錢 然後呢吃肉 我爸爸吃海鮮 我媽媽自己養雞 自己殺雞 這樣給兒子吃 這樣才保障 叫有雞雞 你看他細心到這種程度啊 他自己養了雞 這樣就 那個雞就不用打針了 他這樣給兒子吃好 為了要養雞 他自己要去挖 挖那個蚯蚓 挖泥蚯 他說這也是好的運動 然後養這個雞 這個雞啊 給我兒子 我家還分配得很好 我喜歡吃雞的背 我大哥喜歡吃雞的腿 大家分配得很好 媽媽吃什麼 媽媽吃雞的骨頭裡面的骨髓 可憐啊 所以我媽媽現在每天要打一針 因為醫生說她 骨頭裡面的骨髓都沒有啦 她不每天打 她一動 那骨頭就會裂掉 因為她專吃雞的骨髓 所以各位 你做什麼業就得什麼報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所以我跟我媽媽說 媽媽你要懺悔 她說哪有跟雞懺悔的 我講不懂喔 我沒有 哪有跟雞懺悔 我說對對有道理 她認為幹嘛跟雞懺悔 這才不懂佛法啊 我爸爸還會聽我講 我媽媽 為什麼要跟雞懺悔 那我說 好啦我替你懺悔啊 隨便你呢 我救了很多雞啊 我經常看到雞懺悔啊 我希望我媽媽骨頭可以撐久一點啊 每天打一針 82歲了 不打骨頭就會裂掉 因為她已經沒有骨髓了 每天她不去洗腎 醫生說隨時會死亡 因為我媽媽絕對說 她不洗腎 她連個死也不要洗腎 因為她 她殺雞啊 女人就要把那個雞的腎拿來 她說這個腎很髒 要一直洗啊 對不對 殺雞 沒辦法 她腎都壞掉了 她就不洗腎 她撐很久 所以至少她吃素啊 所以她還撐著 沒有什麼病痛 只是每天打個針 吃東西小心 為什麼 因為她兒子出家 每天做功德給她 出家每天做功德啊 所以我很積極啊 我每天都想到我媽媽 所以因為想到我媽媽 我會很認真 然後我要對待 每個人都像我媽媽一樣 一定要強迫自己這樣做 你們還要聽我講 我媽才不聽我講這一套 這是我最可憐的 所以沒有結法緣 很可憐的嘛 我只有跟我媽媽結這個緣 反正我就是對她好 好到底這樣 但是沒有辦法跟她結法緣 她不聽我講的 好 所以各位呢 我們要發願 把眾生從世間可怕的輪迴 解救出來 好不好 好 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這個叫三寶弟子 加入佛陀大聲團 普渡世界 不分宗教 好不好 你不能說我只救中國人 不行 非洲人要救 美國人可不可憐 可憐啊 可憐到幾點啊 所以 我們要幫助中國強大 中國佛法興盛 中國擁有了世間所有佛法的精髓 所以西窗版納的南傳佛教 我們中國西藏地區的藏傳佛教 我們漢族地區的漢傳佛教 我們三寸的佛教都在這邊 韓國人日本人要學佛 還要我們中國人取經啊 對不對 所以漢傳佛教在我們漢地經水源嘛 所以各位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勸你兒子不用讀大學了 直接進佛學院 很難啊 一萬根沒有一個 你能夠生一個兒子說要讀佛學 你要趕快放鞭炮 所以各位你現在就要發怨了 因為我兒子結婚 生一個兒子會學佛 因為我女兒結婚 生一個女兒會拜佛 很難的 因為你要生一個佛子不容易啊 但是不要依靠別人 自己來做好不好 從現在開始 哪怕你剩下五年可以活 哪怕你還有十年 你最好現在還有三十年 這三十年不要浪費時間 好不好 不要再難歡你愛 你愛我愛 不要搞這套了 什麼房子 什麼房子 納古塔買一個 那就是你最好的房子 所以乾脆 連納古塔都不要了 我們死了 燒一燒 加一點餅乾 做煙貢 對不對 做火花的人做煙貢 我爸爸就是這樣 我爸爸往生上水 我應該放很多餅乾 很多檀香 做煙貢 布施給眾生 反正就是要燒啊 對不對 你要把燒變成這個動機 變成一種布施 那不是很好嗎 這樣 它這樣火化就沒有浪費了 所以第七唸一下 發下真理的誓言 各位一定要發誓 如果你要解脫也好 你要成佛也好 甚至基本的正的空性 你沒有發下這個 追求真理 還是利益眾生的誓願 你沒辦法成就 我叫裡面的怨波羅蜜 一定要發怨 然後你再去累積這些善跟利 所以佛陀累世都這樣發怨 我出下來生下來 就要施死給眾生了 那時候他還沒學佛 但是他知道我要施死了 我做皇帝不是要享受權利的 我是要施死給我的國家 所以釋迦牟尼佛 有一次他們的國家傳染病很重 這個國王就跑到最高的山 願我這一輩子做國王累世的功德 我這輩子沒有罵過人 沒有傷害過任何生命 希望用我的生命 化成一隻能夠醫病的魚 救我所有的老百姓 因為他知道他老百姓喜歡吃魚 然後他就爬到最高的山跳下去 跳下去以後他死了 成為一個天神 那個時候很多神都來接他 他說我不要做神 我要化成一隻最大的魚 讓我身上的肉變成藥 醫治我的國家 然後那些神說你怎麼做這種事呢 他就變成一隻魚 變成一隻魚就游到岸邊講話了 你們趕快挖我的肉 吃我的血傳染病會好了 不會死亡了 老百姓一聽趕快試試看 因為沒藥醫 一挖一吃好了 傳遍整個國家 你知道他被挖幾年知道嗎 12年 他都沒死12年 而且每一個挖他呢 他都認識他的太太 他的兒子 他的朋友 他的老百姓 只是人家不知道 魚是國王 但國王知道 你們是我最愛的老百姓 所以挖得很痛 但是他心裡很快樂 唯不唯大 那就是釋迦牟尼佛 所以你一稱釋迦牟尼佛 這包含裡面有無量無邊的功德 他才能夠成就佛道 所以他發這個誓願 發叫真理的誓願 所以第八怎麼發呢 我們唸一下 來 我發誓走覺悟之路 為眾生的利益勤奮工作 好不好 走覺悟的解脫的智慧的成佛之路 不要走世間的路 現在世間人好名好利 追求這些欲望 那這些是錯誤的 不要跟著世俗走 要跟著真理之路走 所以要發誓走正覺的路 為眾生的利益而努力 不管做什麼修行沒關係 是為了利益眾生 好不好 念佛誦經 持咒點燈 打坐懺悔 都是為了眾生 但是既然修行 包括出家 出家不要懶惰 出家不要說整天沒事幹 出家要忙啊 從早忙到晚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 一隻螞蟻也沒關係 各位 哪裡有螞蟻趕快去餵螞蟻 哪裡有流浪狗就餵流浪狗 我們順得有海邊有河邊 餵魚好不好 我已經說了 不施一點點食物 不施食物給畜生多五百倍功德 你不施給人跟不施給動物 人還可以賺錢 人不會馬上餓死 畜生呢 隨時都在瀕臨死亡的階段 為什麼大魚吃小魚啊 所以你能夠給牠吃 然後牠就不會去吃小魚 不會去吃小蟲那些鳥 所以各位要多施食 多慈悲 所以第九 菩薩的心理充滿著以愛眾生為中心的平和精神 雖然菩薩在利益眾生 但是內心是保持在空性無分別的 所以菩薩是保持在卑制雙印 但是卑制雙印充滿了愛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坐在十字路口 這些人都是我應該愛的 天空的鳥都是我應該愛的 我現在為牠們念佛 我點燈 我每天做功德 看到牠們嗡啊哄 我都要回向給牠們了 要不斷地這樣祈願 第十 以施捨來滿足所有人們的願望 實現你追求正確的諾言吧 為全世界的利益而努力吧 所以菩薩要一直告訴自己 雖然你發願了 你有時候不想做 因為很痛啊很累啊 但是你要發願 以施捨來滿足人們所有的欲望 不管你是什麼人 實現你追求正確的諾言 為了要成佛 現在有一個很壞很壞很壞的人 來要我的眼睛 你不能說壞人我不給 那你也不能成佛 舍棄一個眾生都不行 雖然我這輩子要死了 但是我還有下輩子沒關係 死亡只是一個假象 死了馬上又一個新的生命開始 所以各位 我們中國有很多人婆切 很多活活 死亡對它就是一個新的生命開始 至少證明生命有輪迴 人可以趁願再來 人可以趁願再來 所以無所謂的 但是只要能夠幫助別人 太重要了 所以為全世界的利益而努力吧 而不是要追求長壽 金剛經說無壽者像 只要能夠馬上布施 你馬上布施 你現在口袋只有一千塊 剛好別人很需要 眾生很需要 那你布施一千塊就沒半毛了 要不要給他 要 結果你過幾天 變成賺十萬 你就知道 什麼叫不可思議 不是你用心機有錢 大家來比賽 誰布施 誰福報越大 你要把這個真理要體悟到 不要去設計別人 不要用心機 只管布施 好不好 而且布施要把功德回向全世界 整個法界 所以寶激王子第十一這樣發願 來 在自己歸一三寶以後 我的心系著最完美的智慧 現在我要為眾生的利益而努力 後來寶激王子聽聞佛法 歸一了 他就 好 既然歸一 我叫歸一 三寶裡面最重要 歸一法 法就是智慧 圓滿覺悟的智慧 那圓滿覺悟的智慧 所以產生的行動是什麼 大慈大悲 眾生都是母親 所有世界都能夠圓滿 所以他要為眾生世界而努力 所以內心保持這種為利益眾生 而思維 這是最圓滿的智慧 第十二 許下一個獲得正覺的誓言 把你的心放在一切眾生的利益上 歸一三寶 遵照您許諾的求菩提之路而行吧 對妻子說 當寶激王子發這個願 那個壞人就來了 壞人來找寶激王子 欸 你太太不錯 我家裡少了一個下人 你太太布施給我 她馬上拿一杯水 跟她太太洗手 然後就把太太布施出去了 各位 如果你是那個女人 你會哭嗎 哭死喔 然後呢 她的太太哭 寶激王子就要她太太發怨 不要哭 許下一個獲得正覺的誓言 所以各位 這個就是佛陀 該放得下要放得下 如果一直想說 你為什麼不要我不要我 這個太太最後還自殺沒用 所以她跟她太太說 這個時候許下一個 因為我已經發這個願 所以人家來要你 我一定要布施 我一定要答應 但是你不要想的 你是個皇后 你太太 你先生怎麼樣 把你的心放在一切眾生的利益之上 不管你做什麼 你去坐下女 你去洗廁所 對方是個國王 都不管 不管你做什麼地位 都是在幫助眾生 這樣來歸一三寶 遵照你許下的求菩提之路而做吧 各位 菩薩偉不偉大 心裡也很苦啊 但是她用的你願力引導她的心 了解嗎 今天你口袋有一千塊 不願意拿出去 別人很需要 海淘給她吧 你要引導你自己 不要吝嗇 給她吧 所以各位你要如此 哪一天你太太 你兒子 你老公跟你說 我要到非洲 我不要在這邊做醫院 醫學院的醫院長 賺這麼多錢啊 反正我不做 別人搶著做 我要到非洲 鄉下幫助病人 你要馬上說 好 祝福你 許下你的諾言 願你去做洗懷者 你不在那邊哭哭啼啼啊 送到機場還在哭 那你太脆弱了 所以做個菩薩 這個還沒有結束呢 她太太被要走以後 對方說 那你那兩個小孩子也不錯 她也給了 給完以後 對方還要她的國家 她也給了 因為她發言要死死了 所以第十三 今天我要給一切有煩惱的 在巨大危機容忍 和一切在不幸之中 受苦受難的眾生 帶來利益 我要對一切眾生更加憐憫慈悲 所以她給了她的太太跟兒子以後 她心裡當然想了太太 但是她轉念頭 我更要幫助那些更痛苦的 所以今天我要給一切有煩惱的 在巨大危險當中 各位 那些要被殺的魚啊 雞啊 豬啊 鴨 我們最近在馬來西亞開始救 已經救了六頭駱駝 這個駱駝是從歐洲國家 從中東國家賣到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再賣到馬來西亞 然後呢 今天開始殺 今天叫什麼 哈之節 哈之節就是回家的一個節日 這個節日就殺很多大動物 殺了以後就送給貧窮人 所以我們之前就搶了六頭駱駝 六頭很溫馴的 所以想盡辦法救各種的物命 在巨大危險當中和一切不幸當中 所以各位有錢 最近敘利亞的難民可不可憐啊 哎呀 海難啊 然後呢有些死亡啊 有些還在想辦法 然後我們下個月要去緬甸 緬甸的邊界更多可憐 緬甸因為他們是佛教國家 他們跟其他的宗教合不來 所以回教啊 基督教啊 他們有時候一打 然後他們就跑到泰國邊界 或是印尼 然後有些他就不理你 像我到印尼巴探島 結果他們帶我一個地方叫越南島 因為越南那時候內戰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邊 然後就死在那邊 叫越南千人種這樣 無視孤魂啊 活的已經回越南了 死了都全部埋在那邊 所以人類為了逃難很可憐 但是各位要為這些苦難的眾生 做一點利益給他們 出錢出力 我要對一切眾生更加靈敏慈悲 好不好 各位要一直發言 我喜歡這樣來彈火 佛法不是講得很深講得你也睡著 我也睡著 然後我也聽不懂 也做不來 那有一些東西是這樣 但是佛法要能夠用 當今社會需要怎麼辦 我們要去做 所以第四四來 為了世上一切眾生 我要以自己的生命來滿足你的願望 讓我得到世上最高的智慧吧 讓我勤奮地教導那些在煩惱中的所有的眾生吧 所以各位要不斷布施自己的錢啊生命 這樣最後才會成佛 佛的金剛生是百千萬劫布施生命來的 他才會得到一個永恆的生命 而不是肉體的生命 他這樣不斷地布施施捨 他才可以成為一個佛的智慧 讓我得到世上最高的智慧 每一個事情他都了解 什麼樣病醫什麼藥他都知道 所以呢他得到這個智慧要幹嘛呢 讓我勤奮地教導那些在煩惱中所有的眾生 佛得到的所有的功德是要布施給眾生 所有的智慧要來 讓我們了解世聖替如何解脫 如何成佛的方法 要這樣發言 翻過來 後來 他的寶記國王的國家 發生了災難 不是他們的國家 隔壁跟寶記國王敵對的國家 發生很大的災難 很多人傳染病快死了 那個時候那個國王去問那個巷師 巷師說 你要救我們這個國家這個傳染病 死這麼多人 有一個方法 隔壁國家寶記國王的肉劑 如果能夠把它拔下來 拿到我們的國家來 他說國王你看看 兩個國家在一起 寶記國王的國家 一點傳染病都沒有 結果我們國家死這麼多人 所以你只要把寶記的記拿過來 我們國家傳染病就沒有了 嘿 那國王說 那他怎麼會給呢 要他命 然後那個巷師說 國王啊 寶記國王自己發願 只要有人要他布施什麼 他都會給 沒有問題了 你派四個人去 四個人要挖 因為要把這個打開挖出來 結果 這個壞國王就派了四個人 來要寶記這個東西啊 結果 寶記在背 他一聽 好 謝謝你滿我願 但是各位 要把這個打開 拉開 拉出來 那個時候他發第一個願 來 第15 唸一下 為全世上的眾生的利益而努力吧 所以當他被挖的時候 還沒有開下去 他發這個願 今天我這樣布施 我不是為自己 我希望 為全世界的眾生的利益 我要為他們努力的布施 然後 他們就開始挖了喔 刀子插下去 拉開 拉到這邊 這邊全部都破掉 那個寶記才可以拉出來 就像各位牙齒不是的 牙齒裡面有個牙心嗎 然後這樣打開 很痛的 所以16 唸一下 儘管寶記感受到了 頭上難以忍受的 極端的疼痛 仍然一心穿住 心裡充滿著慈悲 他沉默著 一動也不動 很痛 很痛 但是極端的疼痛 但是他內心一直想 我要為全世界眾生很努力 我要為眾生努力 心裡充滿慈悲 雖然肉體很痛 所以他這樣撐住 一動也不動 所以我們大臣活教都有這個 台灣還保留的 以前我們大陸也有 最近取消就是 出家人要出家 這邊要燙三個戒八 燙你身體 最主要是要燙你心裡 讓你心裡拔除慎慧心 忍入心 受無量的苦你都能夠忍 這才有意義啊 所以寶記 它上面寫 雖然肉體痛 心裡充滿慈悲 好不好 你老公對不起你 請問你心裡要充滿什麼 嗯 開悟了 好不好啊 你朋友錢不還你 你心裡要充滿什麼 他有沒有挖你的肉 不過拿你一點錢 不過騙騙你感情而已 不過讓你兩個鐘頭等一下 沒陪你吃飯而已 你就氣得天發亂搞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 要懺悔要發怨 所以當你做不到 趕快念拿摩本師釋迦牟利佛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佛陀這個故事 有一千多個 你每個看完你都會掉眼淚 你才知道本師釋迦牟利佛光 念佛功德有多大 所以第十七 當寶記正在痛的時候 快受不了了 他這樣講 唸一下來 第十七 更重要的是 心啊 你既要拯救世界 那麼你現在聽著 要鎮定 要為世界的福利而行動 當他身體痛了受不了的時候 他告訴自己的心 你要鎮定 你既然發怨了 所以各位你要指揮你的心 不要做新的奴隸好不好 做新的奴隸 我要生氣啊 我要忌妒啊 我要懶惰 那你做心靈的奴隸 沒辦法成就 修行者利用這個身體可以 但是指揮你的心 雖然你的肉體 今天醫生幫你要開刀 忘了打麻醉劑 那你機會來了 你要忍忍忍到開完 醫生你剛才沒打麻醉劑啊 那是你的因緣 醫生都忘了 那因為你讀了這一篇 因緣就來了 讓你試試看啊 所以各位 指揮你的心 永遠你要講這句話 你既然發菩提心 要告訴你心啊 你發菩提心 說要普渡眾生 你現在聽的 不能生氣 不能罵人 不能嫉妒 隨緣吧 好不好 不要怨東怨西 得癌症 你要懷著菩提心而往生 你要這樣指揮自己 這是修行喔 第18更重要 正痛的時候 他們把它打開 列到這邊 這一般來講會死的 最痛的時候 然後寶記國王 念這句話 念一下 天啊 如此疼痛啊 天啊 一切眾生在六道輪迴中 經受的痛苦啊 好先念到這邊 當寶記那種痛 他雖然發怨 他不知道這麼痛 痛到沒有辦法忍受 但是他不是為自己痛 當他自己痛到最極點的時候 他第二句 天啊 他才知道眾生的痛 所以 當他在痛的時候 他想的是眾生痛 所以各位 你肚子痛的時候 天啊 做女人中痛苦啊 願所有女人都不要肚子痛了 女人痛不痛苦 我真佩服你們 生小孩痛不痛苦 還生厲害 我老公說要生男的 所以我為他才生 女人很苦了 每個月很痛苦了 生小孩很痛苦了 但是 他認為沒關係 我還是做女人 痛過就算了 但是各位 你要把痛苦變成慈悲 所以所有女人太痛苦了 所有輪回的眾生太痛苦了 一切眾生在六道 經受痛苦啊 再來繼續念 我自己為了眾生的利益 我自己要承擔起所有他們的痛苦 太重要了 當寶祭在最痛苦的時候 他發怨 所以 因為我的痛 我才知道眾生的痛 所以我要發怨 承擔所有眾生的痛苦 偉不偉大 阿摩本是釋迦摩尼佛 太偉大了 所以 他又繼續說了 任何一個生靈都不該在世上受苦 所有眾生都應該享受快樂 遵行善行 所以 他不希望世間有人在造業痛苦了 他希望所有眾生都應該去極樂世界 都應該大家努力修行 不然在世間輪回很苦 所以 寶祭在最最痛苦的時候 不是罵人 不是後悔 他這樣一直想 結果一想 奇蹟來了 後面看喔 當寶祭這麼一想 所有難以忍受的疼痛 立刻完全消失了 相不相信 真是 你打坐打到最痛苦的時候 不要放棄 再過五分鐘 就完全沒痛苦 完全沒有身體 一關過一關 但是很多人 通常 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你沒機會 所以各位 修行要苦 而且你要開智慧 要達到極端的苦 然後一關一關 到達無苦的階段 所以寶祭就是這樣超越 結果他雖然沒痛 躺在皇宮裡面 滿地是血 老百姓跪在那邊哭啊 怎麼辦啊 還看他好像還在呼吸耶 然後那時候寶祭發了這個願 當他沒苦以後 他念了 唸下來 當我為了民眾的利益 而分割我的肢體 我一絲一毫 惡念都沒有 如果我說的全都是實話 就讓我的身體恢復如初吧 你看 國王為了不讓老百姓傷心啊 他忍受了痛苦還發這個怨 我一點怨都沒有 所以讓我恢復吧 繼續保護這個國家 後來他馬上恢復 那又有一個新的寶祭 結果隔壁的國家 因為拿了這個寶祭回去以後 全國的災難沒有 那個國王知道 寶祭王在被殺的時候 這麼痛苦都沒有恨 他就帶著全國人上來跪啊 你才是真正的國王 我的這個國家奉獻給你 我們拜你為國王 你看 寶祭的慈悲 讓兩個衝突對立的國家都和和 而且國家團結 所以各位 菩薩因為這樣改變世界 菩薩不是用他的錢 用他的什麼樣的特殊能力 而是用他的悲心忍受痛苦 不斷的發怨 所以我希望各位 當你得癌症的時候 你不要怕 願我能夠承受所有癌症的痛苦 為他們而精進 很痛很痛 但是你要繼續念佛 哪一天你不痛了 病好了 不但病好了 你還可以幫助別人 所以 這個就是修行 如果你被疾病打倒了 最後還是死了 還是沒有用 所以 希望大家 學習佛陀的過去式 佛陀有無量式做這種 不失眼睛 不失腦髓 不失身體 佛經還沒講完 釋迦摩尼佛又說 那四個最殘忍 最殘忍 硬硬把他拔開 挖出來那四個壞人 後來都成為佛陀的弟者 正阿羅漢 最出名的是誰 論意第一 夾瞻炎尊者 第二個 說法第一 婦羅那尊者 所以 對佛陀來講 越傷害他 越欺負他 他越要度他 但是佛陀也說 當你要度一個人 你一定要無量式 在他面前奉獻犧牲 不然度不了 所以各位 今天各位 因為乖乖坐在這邊 聽我講法 想必我也不失過 搞不好你喝過我的血 搞不好我用我的生命 救過你 不然你才懶得理我 佛陀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不到 但是各位 努力不失好不好 所以 不能怕苦 我們要想辦法 所以各位做煙貢 隔壁罵你要不要做 你要多煮一點利肉湯 給他們吃 巴結巴結 然後呢 他就不好意思說話了 然後就弄就弄香一點 這種餅乾加一點牛奶 味道好 對不對 你做小小也沒關係 但是各位 到哪裡做最好 到哪裡做最好 魂牧區 屠宰場 屠宰場你去做 你才知道什麼叫感應 一坐風明明吹這邊 煙吹那邊 這個煙就直接從獨裁場裡面進去 然後啊 因為那些佛菩薩就幫助那些可憐的 風吹這邊 煙往那邊跑 很可憐的 但是各位在那邊念經啊 你很認真的 因為他們好可憐啊 那些豬啊 到了晚上九點 有些兩點叫啊 叫啊 開始沙拉 下午就一輛一輛的豬的車 一輛一輛的雞的車 開始往屠宰場送啊 但是我想各位呢 講到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告訴你的親戚朋友 不要再吃活的東西 好不好 千萬不要再吃那些 貓啊 什麼蛇啊 那為了不讓他們吃 各位要怎麼做 買下來 買下來解救他 不能放的 搞護身員好不好 養他 養他在那邊 這個很苦 但是很有意義啊 希望大家都圓滿這些功德 好